现在都有点崩崎完乐的 我现在找不着路了 接着下 这个就是教堂 这太高了吧这个 我这么感觉我下不去了 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的1月21日 现在是土耳其时间下午的1点半 我们现在准备要去卡巴托西亚格莱美露天博物馆 好了接下来跟我们一起走 好像这边的就是吧 我这边宿舍挺漂亮 我们现在到了这个基尔维露天博物馆 去参观一下 门票好像是20亿位 我们过去看一下 下面是统票 下面就是在伊斯坦布尔买的通票 这里可以用 是吗 对 550那个15天之内 那那个合适 550哪都能去 但是有的你找不到吧 也是不太合适 每个人门票是20 给 谢谢 给 谢谢 飘船在里面 这里面分三个区 一二三 一百七十米的 两百五十米的 还有一千米的 这国外的景点都不贵 我们去那什么这十湖 那十湖 都得 是吧 还是国外便宜 这边主要是看那个洞 特别多一个人家 嗯 但是最近呢 都 它是也不是全部都可以参观 这里面以前是不应该住过人呢 对 那些都是住人的 是吧 这家就比较富裕 好几成楼 这些路不得好走 这边前面来上警戒线了 应该是损毁比较严重吧 这边我感觉维护的不是太好 可能随便上啊 也是有关系 但确实挺好看的 现在还有一个热气球呢 它为什么这个点还还飞啊 是不是找人起来晚了 下午场现在开始了吗 现在是2点11分 天气好 但是看哪都好看 是吧 那也差不多了 我们点子都飞到家了走 是吧 连着 避雪 避雪避了4天 还不让走 今天 已该幸运了 这东西已经都塌了 这就应该是那个 洞穴教堂 在下面 一会儿我们再下去看 先看一下这旁边 还是挺宽敞的 这是能摆点什么东西 每一个小洞 都应该是放什么摆件的 这是纯纯的洞穴 但是就不是酒店 我们住的 其实也是 呃 纯纯的那个洞穴 但是就是里面装修了 如果不装修的话 这也没法入 也放那张手 这是教堂对面 这有的整个一面 看着 还真有点像 我们那个石窟 龙门石窟 什么 就是 面积没有太大 没有那么一趟 非常直 那种 那种观感 这个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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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堂 我们进去看一下 这个石窟教堂 哇 这么肥 来 看一下 这里面 现在已经什么都没有了 这个是雕像哦 这个是雕像哦 现在已经看不太清了 现在其他的都没有了 现在就是一个房子 这原来应该都有雕像的 不过现在 是一无所有 进去看一下 先看里面那个 看一下这配置 哇 不进来不知道啊 看 这是套房啊 这是生活的 这肯定是生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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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摆各种小盆啊 这都是 放过的盆什么的都行 这个是干嘛的 不知道干嘛的 不知道干嘛的 你们想吗 多挖一个坑 应该是放拆的 还是干嘛的 还是装水的 装水它也趁水 装不了 嗯 这就好大了 我们出去 再看一下 另一间 看我的上面 还有 我的那边 都是 这给我的感觉好像 像放大佛的地方 这个 好了我们接着往上走 哎 哎 哎 哪个上面 哎呀 它肯定有楼梯 现在是不是塌了 那边是有楼梯 你看那边 都有楼梯 但那边现在不像过了 应该 他们炸篮给炸上了 是吧 那上面都有楼梯 你看它那个靠那个洞 好像跟那个八明大佛 那个洞都差不多 是吧 嗯 你看看那个房子 一层的那个顶 有一个小圆洞 啊 那楼上是肯的 或者应该是换气的吧 对 看一下这个洞 这个大 哎呀 这个大呀 这是有钱人家 这必须非常有钱的 给你们看一下 这太宽敞了 看 这地主家也没有余粮啊 怎么这么动啊 是啊 我刚才进那个洞 感觉特别大了 这个更大 看 这边还有 这还有个洞 不知道能不能看见 哎呀 这里面 看不太清 手机 下不去 下不去 这里面是个洞 可能是长什么洞里的 这建筑 这当时的人非常厉害啊 你看这么深个洞 他也不躺 他还是都用梁 你看 这一个梁 那边一个主梁 旁边还有 这是视频发文的 好 好了 我出去 再看一下 刚才那个土宅主 他们家邻居 看看这房型怎么样 过两天改买房 卖房了 这看不见 里面太黑了 但是这里面有个小洞 好 非常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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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这有洞 旁边还有楼梯 他们这种设计 哎呀 都是比较人才呀 这个房子夏天的时候 没有能挺凉的 对 但是冬天就不知道了 冬天他没有门呢 主要是 没有门 没有门他就 应该冷了吧 哎好可惜啊 这对面这个我们进不去 里面给拦上了 看看有没有能进去的 看对面的这个没有拦 这个可能可以上 看 一会我们上一下看看啊 如果能上去的话 我们一会就上去 走啊 你先累啊 嗯 那我自己去看一下 哎呀我特别好奇 必须要上去看一下 哇 哇这好像 没有楼梯啊 没有楼梯啊 近距离看一下 啊 离远看 楼梯比较清晰 但离近看还没有那么清晰 看 上楼梯了 上面还有呢 但是这边 上不去了 原来应该是 有楼梯吧 但现在没有了 刚才没看到 累的 听到我喘气声音了吧 看一下多高 啊 在下面的龙 听见我的喘气声音 啊 再上一上 啊 这一段难呢 啊 这个特别不好上 非常非常陡 快 需要爬上去 上来了上来了 上来了 兄弟们 啊 看一下 不知道能不能拍到 看见楼梯了吧 哇 嘿嘿 像我招手吗 哎 稍等一会儿 啊 空子吗 哎 我先来看一下 这里面 什么都没有 就是一个洞 这个应该是凉 哇 这太危险了 我都不敢下了 下面还有呢 啊 啊 啊 这边还有呢 哇 我这有点害怕了 看 旁边 这里面就是一个 小屋子 什么都没有 啊 我也不过去了 太吓人了 这太高了吧 这个 我这么感觉我下不去了 啊 太高了 哇 没问题 下来了 啊 安全下来了 啊 啊 好兴奋啊 好兴奋啊 啊 下了我一头汗 啊 在镜头里 看着好像不高 你在上面的时候 啊 你就能感觉到 特别高 特别恐怖 啊 我刚才怎么上来到 我都忘了 现在都有点崩曲完了 走现在 啊 找不着路了 接着下 这边好像 我刚才下来的时候都发猛了 那没有路啊 里面呢 里面没有路不知道怎么走 是啊 是啊 我刚才 下来的时候都发猛了 都找不着路了 向出口前进 七步走 噔噔噔噔噔噔噔 看看热气球 旁边就是月亮 现在月亮已经出来了 嗯 好看 天真蓝了 一会儿 一到上面 就不行 走不着路 开车费油 走道费饭 那还能咋整啊 这家躺着呗 躺着不动 好像上不去了 我还是下去 下去吧 上面有一个放电视的块 这里多少出现电视 好了 我们这个继而为露天博物馆 参观完了 主要的就是 在这个岩石上 里面的房子 就是洞穴 洞穴房子 就是看这个 其他的也没有什么 如果你喜欢这些的话 也可以来一下 不过在卡巴多西亚 你要是想玩的话 最好要住台车才方便 因为从格雷梅国家公园 到这边的博物馆 来回你得绕圈 二十公里 开车的话是二十分钟 绕一圈 其实我们刚才来的地方 我看一下地图 就是在那个方向 就是在那个方向 把这个山跨过去 就是格雷梅国家公园 但是你除非徒步 应该能走过来 好了 大概就是这么些 如果要是不住车的话 肯定要是非常累 因为到这里面还需要走 在外面 走得那么累 到里面够想能走的话就 好了 这个视频就到这 我们下个视频见 再见 谢谢